光电明年现在算是一个好的机会 光电科技工业协进会举行年度媒体参序 董事长台中和执行长罗怀嘉大谈景气 今年年初的中共肺炎疫情大乱国际贸易需求 2020年光电产业总产值预估为458亿美元 相比2019年的产值463亿衰退2% 台湾全球占率10% 包括显示面板 太阳光电 LED和照明产值都下滑 不过厂商在下半年开始感受好转契机 信心指数从第二季的34上升到60 代表明年并不悲观 在过去三季来检视 会发现一季比一季的乐观 一个防疫所需要的远距离经济 你称它宅经济也好 这些都对于台湾的这些 通讯产业是有所帮助的 远距商机让笔电智慧型手机卖到缺货 面板第四季市场出现供不应求 专家认为深衣光电 5G光通讯等新兴领域 将是未来亮点 主要趋势就在5G车联网 航太兆元产业是台厂必须把握的机会 5G以后光通讯的部分再增加 防疫的部分增加 应该是5%上下的一个成长 跟美国联防以后的话 有新的一个美国挺台湾 那这个部分加进到美国的 这个无眼的产业供应链里面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机会 台积电缔造护国神山美名 也带动光电科技产业 罗怀嘉也提醒光电产业求财若可 人才培育更加重要 此外不少厂商回台投资 但工业土地一味难求 更需政府重视 新唐人亚台电视曾一豪 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